這個欄位 當然這個欄位講說找半天奇怪怎麼會沒有 其實這個銷售欄位基本上就是數量乘以單價 等於是說它的銷售金額是那個乘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就是等於這個數量這個欄位 在乘上這個單價這個欄位所產生出來的就是銷售金額 然後銷售日期的話後面這幾個 總共H欄到L欄基本上都是去查什麼 這個銷貨單頭的這一個 所以你會發現銷貨日期在它的第四欄 所以基本上的話我們就是一樣 插環數裡面然後用V的環數 那根據什麼呢 特別就是銷貨單 所以這個根據那個銷貨的單號去F3 去查一下那個單頭表這個地方 那如果不知道要查什麼 再點下面再點上去 它基本上就是銷貨單號 查回來之後我要查123 第四欄 所以這邊的話第四 然後呢 比對方式的話一樣輸入0 按個確定 它就把那個銷貨日期幫我帶過來 然後呢 這邊其實你會發現後面它有規律性 一直到L欄 基本上呢 就是把 其實你會發現喔 查的東西都一樣 差別只是說呢 這個公式裡面的第幾欄的而已 比如說這邊是1234 剛剛是第四 再來第五 第六 第七 第八 所以四五六七八 所以呢 基本上當然一般我們習慣 會這樣的吧 把這個公式複製一下 複製完取消 然後再貼到公式這邊把它貼上 然後這邊的話輸入5 OK 然後呢 輸入5之後的話呢 Enter 這個客戶名稱就過來了 然後再六七八 可是喔 你有沒有想過啊 如果你藍數很多的話 如果連續喔 這個地方有沒有辦法 可以讓它向右向下一次就搞定 OK 所以如果你要向右向下一次就搞定的話 那這個地方喔 你恐怕會需要再多學會一個函數 就是叫Column Column函數 那這個Column函數 Column就是藍的意思啦 Column 那Column意思就是說呢 我今天喔 假如說呢 我目前H藍喔 是在第幾藍呢 H 第八嘛對不對 第八藍 可是我要的數字是4的話 那我就把取得的藍數減掉4 那如果我現在向右拉的話 它變第九 第九如果減掉 減掉4就變5了 然後在第10減掉 就第5 4 5 6 7 8 數字就自動產生了 所以要特別注意喔 這邊可能 當然這個可學可不學啦 不學你就塗防燃鋼嘛 學的話就向右向下 哇感覺會很有那種感覺 成就感 OK喔 因為你覺得向右向下 人家還在那邊塗完 然後你就一下就做好了 所以要特別注意喔 那我做一次給各位看喔 哪些地方喔 第一個 關鍵點在這裡 在這個4的地方 當然你有幾種做法 你可以直接 再進到V路函數 再點一下嘛 再點 插入函數 在這個地方做 或者是說 你可以在上面做啦 反正都一樣喔 只是看個人習慣 那首先你可能需要什麼 第一個把這個4刪掉 然後呢 輸入一個函數 叫COLUM COLUM COLUM 這個還蠻常用到 COLUM 那指向哪一欄呢 就幫我抓目前的這一欄 所以後面加一個小瓜糊 小瓜糊意思就是說呢 你現在沒有引述 就是現在這一個儲存格 在哪一欄 COLUM 所以你會發現喔 他返還回來就是8 OK 所以呢 他告訴你說 H欄就是第8 所以回來的話 他會是把第8 幫你帶到這邊欄 那因為我要得到的不是8 我要的是4 所以我怎麼樣 把後面剪掉的話 剪掉4 那目前這個就是 回來的話就是4 意思是說喔 我這個地方呢 就抓那個範圍裡面的第4 把他打 按確定一下 OK 然後向下填滿 那基本上啦 當然你不用 其實不用向下填滿 你先向右填滿 放開看看喔 剛剛是要做很多的貼上對不對 現在放開能不能成功呢 不行 不行的原因在哪裡 對 對 對對對 這個地方喔 所以呢 我們要 把那個鎖起來 因為 我如果向右拉的話 A的部分有沒有 他會變B 變C 所以特別重要 我現在抓的是A欄對不對 所以呢 現在我看 這邊變B 變C 變D 所以這邊的話呢 你就想把前面A的部分 加一個前的符號 那表示說 我A要固定住喔 我不要 因為我向右拉 然後呢 我的A會變成B OK 所以再向右一下 放開 OK 好 這時候就OK了 那你會發現 如果再向下 把他全部拉 那因為現在 有一些資料在 向下 這樣的話呢 就一次就完成了 所以相對起來 我是覺得這一招 倒是還蠻可以參考 Column Column 這個函數 那顧名思義啦 以後如果有 就是 藍的部分 你要抓用Column 如果你要抓列的話 用Raw Column跟Raw 這兩個函數 基本上 他是放在哪裡呢 插入函數裡面 你可以檢視與參照裡面 其實這邊也會 可以找到Column OK 這個函數 那Raw的話呢 也是在 檢視與參照 這個參照 意思說 參照到哪一個藍 或參照到哪一個列 OK 那他就會自動幫你 把你現在所在的藍 或者你現在所在的列 把那個數字告訴你 OK 那什麼時候可以應用呢 其實還蠻多地方可以用 就是類似像剛剛這個地方 你如果不會的話 一樣可以做出來 但是問題 你可能要花比較多時間 但是你會這個 向右向下就OK了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是建議你就是 把Column 減掉4 把它改一下 等於就是加了這個函數 接下來的話呢 對於我們這地方 多了一個這個 Column 這個函數應用 那再來的話呢 後面還有所謂的年度 還有月份 什麼叫年度 年度指的是哪一年 那我可以根據什麼 這裡面有哪一個藍呢 消貨日期的年度 意思就是說呢 我如果要只取什麼 只取這個消貨日期裡面的年的話 那我該怎麼去把它取回來 去 不過特別注意啊 這地方有兩種 兩種方法 一種是直接去用一爾函數嘛 不過另外有一種就是說 如果你要取的是 用把它當文字看 那文字看你想說前面四個字嘛 不過如果你把它當數字 那特別注意啊 你如果用文字看 前面取回來 不會是2007喔 除非你要轉換 不過這個另外一種 那接下來年度部分 所以這邊請各位 就是這個地方 加一個Column函數 那年跟月 它的這個日期裡面的年跟月 幫我抓過來的話 那我們接下來的操入函數 又需要用到日期 及時間裡面的那個 Ear函數 跟那個什麼呢 Month函數 這邊有個Month函數 OK喔 那日期的處理 其實也是頗麻煩的 因為日期一個儲存格裡面 會儲存三個資料 年月日嘛 那如果你要分開來看待的話 你就必須要用 Ear Month Day 分別去做切割 所以如果我今天只要取年 的部分的話 那你可能就是用 Ear函數 按個確定 那Ear函數 它會問你說 那你的那個 日期給我一下吧 那我給它這個日期 你會發現 它會自動幫你把 這個裡面的資料怎麼樣 幫你給取到 這個年的部分 但是喔 其實不知道各位 有沒有特別注意一下 它雖然表面上看到 是一個年的格式 可是你點選它之後 它裡面實際上儲存 這資料喔 其實跟表面上看到是不一樣喔 表面上看到好像是一個 類似字串喔 中間加斜線的一個 字串 但是實際上它裡面存的喔 是一個數字喔 那這個數字基本上喔 跟一個 它實際上這個裡面 官方說法是說 跟1900年的1月1號 相比較之下 相差幾天的意思 所以呢 這個39137喔 實際上就是這一天 跟19001月1號 比完之後呢 相差幾天的意思喔 所以這邊會是一個數字 那我們這邊呢 只取年的部分 所以按確定 把那個年的部分呢 幫我把它全部抓回來 所以2007 那月份的話呢 再插入函數 再用month的部分喔 幫我把那個 我要的那個資料 月的部分 幫我把它抓過來 月的部分 好幾月份 把它向下填滿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基本上喔 就完成了那個 我們的 這個 總 主表啊 主檔的部分 那這個做完之後 請各位試一下 如果說我今天呢 希望知道幾個訊息 比如說 這個公司 全部的業績是多少 其實全部的業績喔 基本上呢 應該就是 這個銷售金額的加總 當然喔 如果你不用樞紐分析表的話 其實你可以的 在這個Ctrl向下 再下一個 在這邊做加總就可以了 加總的金額 其實喔 就是我們的 那個 最後的這個 總業績喔 但是呢 我們這邊當然 12個問題 基本上都希望用樞紐分析表 來幫我們做出來 所以請各位喔 如果把那個 資料組檔做完之後 那先試試看喔 有沒有辦法喔 先幫我把這些相關的問題 先做出來喔 大概有幾個 剛剛第一個業績總額 然後再來就是各縣市喔 如果我要區分的是 把縣市的訊息加進來的話 再來的話呢 各縣市還有各部門 所以又加上部門 再來就是各部門 所以沒有縣市的 把縣市拿掉 的各產品分類 所以等於把 這個縣市拿掉 然後呢 後面再補上一個 產品分類 另外的話呢 就是藍跟烈 這個藍跟烈是否 可以對調一下 比如說我今天也許 部門跟那個 就是產品分類 兩邊把這個 這個交叉分析 藍跟列對調一下 當然很簡單 就把兩邊拖拉一下 改一下就可以 然後再來就是說 這個 對調完之後 那各類的那個 產品的銷售比數 所以不是加總喔 我是要算比數喔 OK 比數的話 剛剛前面有講過 其實類似用那個 函數裡面的康米福 而不是三米福 然後每個 產品的那個百分比 所以呢 這個地方的話呢 產品分類的銷售 總總額的 也就是 顯示出來的 不是數字 而是 它所佔的百分比 那再來的話 就是年度 跟月份 所以我們剛剛有增加了 主表 主檔裡面有增加了兩個欄位 年度跟月份 其實這兩個欄位呢 主要就是因應這個 第八個問題 而來的 因為如果你沒有增加這兩個欄位的話 那你要計算 你要統計那個年度的話 那可能就會有問題 不過其實它裡面 它有群組功能 你可以用群組功能 去把你的資料做群組 但如果你不用群組的話 至少你有個欄位 你就不需要做群組 那每一個年度 每一季的銷售總額 最後的話 列出每個部門 每個業務員 跟每個客戶的交易金額 所以 部門 客戶 然後 客戶 業務員 跟 客戶的那個交易金額 那最後的話 列出那個 Top Sale的排行榜 OK 我這裡我記得好像 這邊好像多了2009年 還是全部的 不包含年度 就是Top Sale的銷售排行榜 最後這個才是 只列出2009年 這個是不分年 這個是分2009年 那這裡的話 等於是有12個問題 會需要產生 12個樞紐分析表 如果可以的話 請各位就是 預先 先稍微試做看看 那那個參考的答案的話 其實雲端上 也有這些相關的訊息 所以如果要參考的話 可以到那個雲端 上面 可以看一下 那個第三個 好 第三個檔案 先試一下 待會我們再來看 那個 12個樞紐分析表 要怎麼產生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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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